《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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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要讲《正言篇》第十六章的第二节 这一节是这样讲的 对自己的行为人都自觉无瑕 但审查心灵的却是上主 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讲说 我这个人就是很糟糕 我这个人就是做错事 就是喜欢做不对的事不好的事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 但是做错事、做坏事的人总是有 但是当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 去把它变成一个 这个在我们眼里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正义 很公平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像今天的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人对自己的行为都觉得没有瑕疵 都觉得非常的好 这句圣经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就以为自己真的是没有瑕疵 有一个记者叫布兰顿 他前不久出了一本书 他做了一件事 他花了五年的时间 在纽约的街头采访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有一天他在纽约街头就碰到 有两个人坐在这个长椅上 他就问说 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 他回答说 我们是眼科医生 其中一个眼科医生就讲 他说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 眼睛其实并不能看 眼睛并不能看 因为眼睛只是一个 能够把外界的信息传达给大脑的一个装置 他说真正看到的不是眼睛 是人的大脑 换句话说 当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 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是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感受 所有这些在大脑里面 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换句话说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都是经过大脑 我们自己所过滤了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 我们往往经过一些过滤 经过我们自己人的大脑的 这些记忆经验和感受过滤以后 我们觉得自己样样都很好 那怎么办呢? 今天的这一句证言在后面讲到这一句话说 但审查心灵的却是上主 换句话说 真正知道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审查心灵的是上主 那怎么办呢? 那有一个办法 在神操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灵修的 有一个办法是说 每一次当我们看待自己或者看待别人 看待周围的事物 看待这些事情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一件事情 从天主的眼睛里面看出来 好还是不好 换句话说 换一个角度 是看从天主的眼 从耶稣基督的眼里面看这件事怎么样 英文里面有四个字叫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意思是说 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想一想 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 会怎么想 会怎么做 这样会帮助我们走出自我为中心 而把天主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人对天主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有的时候我们想说 天主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仍然也看不准 怎么办呢? 至少当我们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开始把自己从事情的中心移到旁边 我们开始我们的心灵开始更加的敞开 我们可以去请教有经验的人 请教神长 请教在灵修上有经验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 这一件事情我做得对还是不对 是好还是不好 那今天我们再提取这一句话 圣经说 对自己的行为人都自觉无瑕 但审查心灵的却是上主 所以不要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毛病 就认为自己真的无瑕 而是让天主通过天主的眼睛 来更加看得清楚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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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